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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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近年全世界每個國家 正在搶疫苗針 希望經濟會好起來 但不是所有疫苗研發都是成功的 之前澳洲有大學 跟當地生物科技公司合作 研發疫苗 但最近叫停了疫苗臨床試驗 為甚麼要停了呢? 就是這樣 因為懷疑疫苗是干擾到 對愛滋病病毒的診斷 有參與者沒有感染到愛滋病 但他的檢測都是呈陽性 很嚴重 看看澳洲的準理怎麼說 我們想保證 澳洲人 我認為所有人 都在這方面 有全力的信心 全力的信心 當它被刺激 他們可以被刺激 他們可以為自己 和自己的家庭 肯定會被刺激 Scott Morrison說 要是刺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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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除了可以說 也可以說 要是刺激 香港的特首 林鄭月娥 他說 每個香港人都可以打針 他們可以被刺激 每個香港人都可以被刺激 每個香港人都可以被刺激 香港人都可以被刺激 香港人都可以被刺激